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2年的6月1号 星期五 今天的股市下跌的比较明显 并且在道琼斯已经破掉了 今年年初的这个点数 所以道琼斯已经正式的 进入了负成长的 这是今天的这个现象 但是呢我们今天在上半场 听您邀请到的这位是非常资深的 并且在对于Elia Wave非常看得明显 看得正确的股评师 他的名字叫做Benny Choi蔡明之 来替我们讲解一下 听完了他的讲解 您就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并且呢也会对自己的portfolio在未来的发展上面 会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但是真的如果您相信的话就要这么做 否则听完了也相信了 但是不做的话 自己的钱财饱受损失 那吃亏的是自己 好我们在上半场呢是要接受您的call in的650-968-2000 同时我们要介绍一场明天在下午6月2号 礼拜六的下午1点到3点 由富德资金管理公司将要举办一场座谈会 那Benny Choi也是我们座谈会的主要嘉宾之一 另外还有两位 一位是王光夏 另外一位是陈绍豪 到现在为止您还是可以报名的 报名的电话是510-456-5987 好现在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 Benny你好 大家好 Benny我们看到今天的道琼斯下跌的比较深 今天呢道琼斯一共下跌了274.88 并且是越往收盘的时候走下跌的越多 今天是下跌了2.22% 收市是在12118.57 NASDA的综合指数下跌了79.86 是下跌了2.82% 收盘在2747.48 标普500下跌32.29 百分比是2.46% 在收盘的报点数是1278.04 5月份道琼斯下跌了6.2% 标普500下跌6.3% NASDA下跌7.2% 那至于原油呢下跌了3.8% 跌至83.23% 一个礼拜下跌8.4% 黄金逆势上涨 涨了57.9 收于1622块 主要的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出现了根本性的疲软 这个何以证明呢 从今天的非常poor的job report 像南方 payroll只有增加了6万9千名 这个比预估的15万要拦腰砍半还要更少 并且前两个月的南方 payroll增加的也不多 同时失业率这个月呢 报告的上个月的还增加了百分之零点一 达到百分之八点二 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 奥巴马很难再当选连任成功了 但是欧洲的情况是恶化呢 也不是缓解这个造成了全球对于哪一个地方是表现的比较好的 又再度了存疑加上今天是礼拜体礼拜五 所以市场实在是没有买方进场 Benny那从您的角度我想是主要是三个角度 从Elia Wave还有看investor的sentiment还有策略方面 首先给我们做一个宏观的解盘 谢谢您 那么现在当然是主要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啊 我们就是用Elia Wave 那么这个Elia Wave来说呢 是基本上呢是美国呢 就是从3月9号2009年就是6500那时候开始 就是到了市场真的到了底 这个Elia Wave呢也是就是说到了底 那么现在呢是已经是很明显的啊 就看得出来是已经5Wave up Up Wave已经完 这Up Wave在什么时候完呢 这Up Wave就是就是就是在那个4月头那个时候 就是差不多是一万三千多一点这样子 OK 那么也是整整的就是就是说是6500 就长了一倍多一点的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Up Wave完了 那么这个为什么就是说Up Wave会完 就是说就是主要就是因为这个fundamental 就基本上在变 这个基本呢就是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欧洲 这个欧洲的问题 就是欧洲的问题呢越闹越大 那么欧洲呢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是就是说是有很多国家都会会 那个衰退那么当然希腊了西班牙了这个是不用讲了已经是在衰退 现在呢就是就是说是看样子搞下去没有一个真正好的方法来救这个欧元 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意大利啊那个甚至于法国啊这样子呢就是都会都会有那个衰退 那要是加起来要是欧洲所以正是一个大衰退的话呢美国也是没什么办法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很大 所以呢这个基本面的变 那么就是我们就讲讲这个Ele Wave这个Ele Wave呢 这次呢是就说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五个大浪就是完了以后呢现在是开始一个调整的浪 那么这个调整浪呢也是会有五个Wave下去 那么就说现在呢这个第一个Wave呢其实呢是从四月头那时候开始 所以呢也是整整的调了两个月了已经就是是就是四月五月这两个月 那么所以呢就很快这个Wave呢就会完这Wave完了以后会怎么样呢会有一个好好的反弹 那么那么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是这个你也大家知道市场的不会直线下去 那现在呢就是外面就说是突然间就大家就是因为这个job report出来不好 那所以大家呢就是开始就很bearish 所以呢就是不过呢就是是就是是照我那个technical方面的就是我看那个new high new low了 然后看那个up down volume啊那些东西呢再加上这个investing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就是说是三方面的看就基本面技术面跟那个sentiment方面 那么sentiment呢就是上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三 那么是investing intelligence呢是39.324.5 所以呢就是是就是还是不够就是说是还是不够bearish啊 那么就在那个十月那个时候去年十月那个时候呢是是bear多个bo 几乎十几个percent那现在呢是yeah现在呢就是不多过bear还是不多过bear15% 所以呢就是可以说这个这个这就是说是市场还没有到底 那new high new low呢 就是说悲观的情绪还没有那么高 对对对对 new high new low也只有100多个new low 所以呢就还是不够 所以呢短期来说大概是我想大概快要跌完 因为是已经跌了两个月了就是四月跟五月 那么就是大概跌到什么程度呢 我看大概可能还有200点左右这个down算 哦如果说是12118再200点就要到11900多了 对对就是说破了11200那大家就有点害怕 哦就有点fear那么就是就这样情况 那么时间呢我想也不会太久可能呢就是可能那是可能就是下礼拜 就是我想大概还有几天这样子碰碰这样来一下就差不多 那么就是可是呢是这个呢只是一个第一波就跌完 然后呢会有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呢是因为是第一波下来就跌了两个月 那么反弹呢很有可能就是可能会有个大概20天啊这样子21天啊 就要是发布NATCH number的话呢可能就涨了21天 又涨回去呢多少呢这个就比较难 不过呢就是我想一半大概应该会有一半呢 50% 对50%也许是0.618 哦多过50% 对对对这个有可能 所以呢所以大家呢要是手上有货的话呢也不用这么也不用这么恐慌 因为快要到就是短期快要到几 可是这个generally speaking这个这个呢只是一个反弹的就是有反弹的位 就是wave 1完了就是一个反弹的wave 2 然后呢跟着下来就会有还有一波很大的下来 比这一波还要大 比这波还要大 所以呢就是大家说说要要很当心 因为你实在你现在实在是在美国呢已经是没什么方法了 OK QE3啊 QE3我知道可以可是QE1 QE2是一定行 QE3再出来到底行不行这个很难说 就是说事不过三 对对对所以不是说美国现在不是说是就是说是银行没有钱不借不是 而是就是是就是外面的情况不好 那个empowerment picture不好 并且呢是银行呢是利息也是很低对不对 可是他们呢现在呢就是比较很当心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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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结果你看一买下去就不得了 马上就赔掉好几十个% 也有人问 你Facebook现在这个价钱可不可以买 那么我就说 不可以 很难说 你还比较温和一点 不大致上来说 现在开始就是要非常保守 利息很高的可以留着 好像Wallmark 好像这些是recession pool 我们一直都这样讲 utility telephone 那些可以留cocacola 那些可以留其他的 就是最好 就是要有机会 就是说当时现在不用panic 不过就是等他第一波完了 反弹上去 那么就是趁机会 就应该少少要减轻一点 那时间点来说呢 就是说反弹的时候 时间点大概会多长 然后再下来一波的下跌波 会不会是在总统大选之前就结束 他是这样希望 可是我想现在呢 这个现在这个市场的方向呢 不是空 不是在美国手中 现在呢 你只要看回来 今天早晨 美国的市场没有开 已经是future 已经是跌了一百多点 为什么 因为欧洲那边开出来 他们跌了两点多个percent 就是他们几乎 就是说他们 就determine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说美国的市场的方向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 recession是在欧洲 那么就是 那当然是这个recession 也是会有个底 可是这个底 就是还没有到 就是说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在这个上面 那么就是说我们 就是说我们呢 我们就可以用 就是说是用 我们我知道的三个方法 就是用EA Wave 就是用technical analysis 然后就是用这个sentiment 来推测这个股市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以这三个情况之下呢 就是市场呢 就是转期可能快要到底 不过呢 就是长期来说呢 这个市场还是往下 这个黄金今天逆势上涨 并且上涨了这么多 上涨了57块9 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这个呢 当然也是一种 就是说是 好像是alternative investment 就是因为欧洲那边 就是本来呢 就是说是市场呢 一方面是金质呢 它是跌了早 它就是到了1900 很早就到了 在好几个月以前 就到了1900 然后开始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很久了 OK 那么终于呢 跌到这个 现在才1500多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support OK 那么到底现在是不是开始 这个是 就是说是市场 是不是一个反方向的投资 就市场跌 它会涨呢 这个呢 就是是也要再观察一下 不过我想 通常就说是市场呢 下一波真的大跌的时候呢 我想金质也会跌下来 所以呢 这次呢 我想只是很有可能 市场到了底以后呢 金质呢 因为先跌 所以它先到底 其实它早几天已经到底 那么就是 大概是一个多礼拜以前 它已经到底 涨一下 然后又跌下来 现在就是一波上去 所以呢 就是金质 我想可能 有可能会涨回到1700这样子 再高 我就看得有点看得不出来 1700就是170块 对 170块已经可以说是 在二月底的时候的那个 刚刚跌下来的地方 那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那再用两个货币来看 今天UUP就是看涨美元的 是小幅下跌 另外看跌欧元的EUO 是看跌欧元的 它是小幅的上涨 所以这个趋势呢 在货币方面 已经跟前一阵子 几个礼拜几个月 已经有一点点的不同了 但是今年10年的公债回收率 破了底 达到了新低的1.45%左右 甚至有达到1.43% 这个跟在希腊的10年的公债的 回收率现在是30% 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那个地方给你那么高的利息 都没有人要买 那美国呢 给你这么多的利息 还是有大把的人要买啊 可是刚才提到了欧洲的情况不好 美国自己本身的 这个南方批诺的增加也这么少啊 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啊 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一个 世界经济了 就是说现在是 我们是在2009年3月9号 到他们也是 香港也是 全部都是 现在不过呢 就是到底呢 他们就是是 那个好像那个最近 那个去年5月 那个跌到10月呢 那个跌到10月呢 也是当然是 也是欧洲那边跟美国一样 也是跌 跌到10月 也是在10月到底 到底上来以后呢 是德国跟法国就没有新高 美国有 S&P有 OK 所以美国呢 是那个 那个Russell 2000 跟NYA都没有新高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说是 我们这种technician 就是技术分析呢 就说是觉得是 就说是 当然是法国 德国呢 不用讲 美国来说呢 也是比较差 只有Dow Jones 跟S&P500 是有新高 这个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Apple 就是Apple呢 就把它撑上去了 OK 就把S&P撑上去 除掉了Apple以外 其实美国的股市 也没有涨得什么了不得 对对 所以呢 不过呢 所以就是 也就是是 就是说是 最后一个浪 就是从那个去年10月 涨到今年的10月头 那么就是 也是这个浪呢 也是是完了 这次涨上来呢 其实是 其实呢 是非常interesting 每一次都是在5月 就top up 对 每一次都是5月 2009年到2010年 也是5月top up 然后跌到7月 然后7月2010年呢 就涨到2011年的5月 5月以后呢 这次调调的比较久 就是那个调到10月 调到10月以后呢 最后一波上去呢 就是 可以说是4月也可以 可以说5月也可以 大众是5月头 也是5月 那现在这波下来 那么 不过呢 是大家要知道啊 就是 这次调整呢 是要 就是调什么呢 就是调从 从2009年 那个 那个6500涨到13000 这一波 这么大一波要调 所以呢 这时间要比较久 所以呢 就是 当然是涨涨跌跌 短期的话 这个第一波 我觉得是 应该是差不多完了 完了就是大概 刚刚我们说的 还有200点 然后就是会有一个 好好的反弹 所以呢 要是你手上 就说是 就说是买了 已经套牢的话呢 不用太着急 就忍一下 不过你要是你 margin的话 就没办法 等一下呢 机会的话 涨上涨回去的话呢 就是要是你买的 太高的话呢 也没办法了 你就要认了 OK 市场要是涨了 涨回去 那个涨回去 那个有 那个0.618 甚至要是再高一点 就是 不过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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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千万不要看 就说还会创新高 这样一直涨上去 因为大选了 这我想 就是 这个是不大可能 好的 这么这样子 说起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就是明天 蔡明芝先生在 举办的这场座谈会里面 要担纲的主题是说 从欧洲的经济 来看美国股市的走向 这个标题呢 正切合现在的实际的情况 如果大家要报名参加 明天下午由 负德资金管理公司 所举办的座谈会的话 请致电510-456-5987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近段工商资讯 听众朋友 您对于您的投资 有什么问题吗 请打电话进来 我们可以请蔡老师 在空中为您解答 热线电话是 650-968-2000 我们等着您的电话 马上回来 6月2号 星期六下午 一时至三时 由负德资金管理公司 举办座谈会 三位嘉宾 三个主题 蔡明芝 Benny Choi 欧盟财政危机 对美国股市的影响 王光夏 Richard Wang 锁定利润 提供固定收入策略及工具 陈绍豪 Howard Chen 股市不论上涨或下跌 都胸有成竹的策略 座位实在有限 请速电话报名 510-456-5987 510-456-5987 请记住哦 6月2号周六 下午一时至三时 报名费十元 嗨 Mike 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 我在忙着土地投资呢 最近土地投资 火得不得了耶 土地投资 投资了土地 退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 当然了 投资了土地 还是子女教育的推动器呢 可以用401K Aira投资吗 当然可以 想要知道更多的详细讯息 快点报名参加 Ace Capital Group的 Daniel Joe 6月2号星期六 下午两点到三点半 在Redwood City的Seminar 报名电话 650-701-4540 650-701-4540 拥有史丹佛大学 硕士学位的贷款经济 Caroline邓玉君 耐心专业经验丰富 Case一接到手 负责到底 Conforming loan 头五年固定2.5 头七年固定2.625 十五年固定2.875 三十年固定3.5 Super Conforming 头五年固定2.75 十五年固定3.0 三十年固定3.625 请找Caroline邓玉君 1888886 8616 1888886 8616 SuperLoan88 at gmail.com A mortgage with a smile Caroline can make it happen Fortune地产贷款 资深broker Alice刘和麦克苏 信誉卓越 诚信敬业 高效热情客户第一 专精学区一流 房屋宽心 价格合理的 San Ramon Dublin Pleasanton 东湾亚裔业 期第一名 请致电 408215 8883 408215 8883 925319 7888 Alice刘 麦克苏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Benny你好 大家好 OK 我们在上半场呢 在个单元呢 我们除了讲解大事 这个 跟大家的这个心里面 其实现在最需要知道的呢 是密切相关的 同时呢 也再度的印证了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如果大家真能做到 在4月30号 卖掉股票 什么都不要做 什么都不要做 也可以避过这一场 猛烈的下跌 其实你说是不是 但是Benny 为什么很多人都做不到 大部分的人都不这么做 这个呢 就是主要的 就是有的时候呢 是 大家觉得今年是大选年 通常一般的话呢 就是以历史来看呢 就是通常一般 就是要是是 就是是 incumbent 就是说好像欧巴马 这样再选的话呢 就是大选年 就是这一年呢 是通常经济 就是通常他们股市 都不会太差 因为他们一定就是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 他要互盘嘛 对呀 他要互盘嘛 OK 可是呢 是很可惜 这次呢 是他们互也没办法 因为出事不是在美国 是在欧洲 他们没有办法控制 只有在GA的时候呢 开会 欧巴马就是很 就是说是 very concerned 就是说是希腊 希望希望不要退出 那个欧元 对 可是希腊不退出欧元 希腊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呢 所以到最后时候呢 我想大概 我的预测是希腊大概是 我想大概再过一阵子呢 他会退出 没有办法 那一退出的话 就会有点乱了 OK 那什么时候退出呢 当然很难说 不过就是 不会太久 不会说再等一两年 我想不可能 好 我们现在开始来回答 听众朋友的问题 好 Cisco是第一支公司的 这个 第一个问到的问题 其实图表还蛮明显的 15.96 并且也有人在谣传说 Cisco可能是下面一个 要宣布要有大 不要讲这个话 就是有人说 他们会lay off人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Cisco吧 那这位听众朋友 问到的Cisco呢 今天是 收盘是15块9毛6 他这个股呢 就是 因为上了 获得出来 20不大 所以呢 就比较差 那当然是这个价位呢 也不算太贵 因为他呢 就是他第一 他没有赔本 那么第二呢 他手上cash也蛮多的 也大概有几块钱一股 所以呢 就是他第三 他还是老大 所以呢 就是 所以那Cisco呢 市场上是反弹的话呢 我想他也会反弹 不过呢 就是 uppose要跌到 靠近15块这样子啊 15块 也许15块3 4毛 5毛这样子了 那么就是 要再跌个200点 可能就是这个价位 反弹的话呢 市场反弹的话 他应该也会反弹 大概呢 我看大概是 大概涨到18块这样 最多是这样子 嗯 好 下面是Bank of America BAC 7块02 今天下跌的比大盘多 4.49% 大家知道Bank of America呢 实际上是 最高点呢 是在去年那时候呢 是最高是15块 然后呢 就很可怕 就跌到5块钱 这就是今年的10 就去年的10月 那时候就跌到5块钱 5块钱 然后呢 就是涨到10块钱 然后10块钱呢 然后现在开始跌 跌到7块 那么就是 短期来说呢 7块差不多了 就说就算是市场 再跌个200点的话呢 我想最多 大概跌个2毛5啊 左右这样子 不过呢 那就是你要是你是 要是你是超过10块以上 买进的话呢 就很麻烦 我想这个 我想它这 大概是最多呢 要是涨上去的话 最多大概是 要是是6块8毛5啊 这样子 我想最多大概 涨到8块钱左右 这样8块8块多一点 最多这样子 好 下面一个是City Group C25块3毛9 它今天也是下跌的幅度蛮大 也是超过4% 达到4.22% 两个都是难凶难地啦 两个都是比较上是银行股来说 比较差的 可今天呢 好的银行股都守不住 那么不过呢 它们也是先跌 所以呢 就是好像 我发狗这样 今天也是跌得蛮凶的 这个呢 所以呢 就是大致上来说 跟刚刚差不多 就是也是市场反弹 它应该也会反弹 除非他们是有坏消息 好像JP Morgan 这种消息出来 就说突然之间 就是说是 就是说是那个投资 投资输掉了一大笔 这样子 那就很难说 不过呢 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这种消息 下面是KB Home KBH下跌4.28% 6块9毛4 这个呢 是最近呢 是它是从10月那时候呢 是那些Home Builder 是涨得最厉害的 几乎涨了一倍 那个XHB 就是那个是Home Builder 整个指数 这个就是那个ETF 也是几乎涨了一倍 很多那些小的那些 好像KB Home 那些都是 就是涨了一倍都不止一点 不过呢 所以呢 就是这种呢 就是要调的话 还是要调的 那么就是 我是觉得 就是要是市场下来的话 要是经济衰退的话呢 我想对Housing 应该会有影响 所以呢 就是还是比较当心点 就是不过呢 就是最近的走势呢 是好像他们呢 就是比其他的 好像好一点 可能利息这么低 可能也是有点帮助 那么有点 Selected Area 好像 那个Bay Area 这样好像房地产 也是现在有点 有点疯了 这样子 OK 那么所以大致上来说呢 就是市场反弹 它应该也会反弹 就是 不过呢 就是 还有一点 要是真的市场反弹 要是你买了股票 它不反弹 就是也许反弹的很少的话呢 那么就是 等到它市场 要是涨了有 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话 你 要是它还是 市场一回头 你赶快第一个股票 卖掉就是它 对 好 OK 下面一个是Apple AAPL下跌2.9% 今天是五百六十块九毛九 对 其实它就是 是早阵子 那个到了五百四十 多一点呢 那个好像是一个bottom 那么最近涨上去以后呢 这些是回下来 那么因为Apple呢 是也应该是 就是说是 可以说是全美国最profitable 可以说几乎是 最profitable的company 所以它的PE不算高 不过呢 价钱当然是很贵 那么就 所以呢 就是大致上来说 市场反弹 它应该是有 有点 就是说带头的作用的 所以呢 就是我觉得 要是你是 有这样子的钱 当然是因为一百股 也要淘几万块钱 要是你有这样子的钱的话呢 就是这种的事 还算是实力股 所以那市场反弹 它应该一定会有 一定会 一定会反弹的 好下面一个是 一个叫做 High Yield的Bond Fund 它是一个Close End Fund 代号是JNK 今天是37.59 下跌的比较少一点 1.36% 但是还是抵挡不出 下跌的这个趋势 因为要是这种呢 就是比较上是 High Yield的意思呢 就是他们是 所谓Junk Bond 对 要是经济衰退的话呢 也是不大妙的 OK 那么不过呢 就是 不过它是 因为它是ETF 所以那就比较上呢 就是 就是有 不是单单是指哪一个 要是你指哪一个的话 你碰巧不放 不运 运气不好的话 碰到它破产的话 就糟糕 不然 这个呢 就还是比较上 比较上保守一点的算是 不过呢 就是Junk Bond的话呢 还是要当心的 市场要是真的是跌的话呢 我看大概也会跌下来 不过呢 就是跌的 他们的幅度 不会像High Yield这样 这么厉害 就上下这么厉害 好 其实不只是High Yield 其实 如果整个的市场都下跌 像今天这种情况 几乎是 没有一个sector 是上涨 但是今天例外是除了黄金之外 但是我们已经在节目中解释出这个原因了 好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的节目就要进行到这个地方 再跟大家重申一下 就是在明天 由富德资金管理公司举办的六月初的这场座谈会 一共有三位奖员 一共有三位奖员蔡明知先生讲的是欧盟的变化对于美国的股市的影响 然后陈少豪也是另外一位奖员 另外一位是王光夏先生 是在明天的下午一点到三点 报名的电话是510-456-5987 报名费10块钱 但是这个钱全部捐出去做公益之用 大家如果现在已经决定了是要来参加就尽量尽快来报名 以免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时机也是很多人都趁着这个时机就要来听听看 现在投资应该要怎么做 好的Benny谢谢你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好拜拜 听众朋友我们在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听另外两段的访谈 其中这一段呢是有一位年轻人 他是在两个礼拜以前跟着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的总裁 董继琳女士一起过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参加了一个白宫的圆桌的会议 目的是要讨论minority in business的一些政府给的incentive 政府给的一些这些program 同时我们在矽谷湾区从事各项企业的人 对于白宫当政者如果有什么建议 他们都会派这些代表出来聆听大家的声音 这个呢这位Jonathan 他就是在帮助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的董继琳总裁做一些事情 他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年轻人 请大家马上就接着收听对于他的访谈 6月2号星期六下午一时至三时 由负德资金管理公司举办座谈会 三位嘉宾三个主题 蔡明之Benny Troy 欧盟财政危机对美国股市的影响 王光夏Richard Wang 锁定利润提供固定收入策略及工具 陈绍豪Howard Chen 股市不论上涨或下跌都胸有成竹的策略 座位实在有限 请速电话报名 510-456-5987 510-456-5987 请记住哦 6月2号周六下午一时至三时 报名费十元 听说最近房屋贷款利息又降了 我也想重新贷款 诶 Robert 重新贷款会不会很麻烦啊 不会的 我刚刚才做完refinance 每个月可以省很多呢 虽然现在银行比以前要的文件多了些 但我的贷款经纪C的流 或是Andrew B 在一开始就想到了 不但替我拿到很好的利率 整个过程也非常顺利 连最后的签名都是在我家里做的 他们公司还帮我规划如何投资地产 而且啊 还有专职的CPA 替我解答税务上的问题 这完全是一条龙的服务啊 我用他们的服务已经快十年了 是绝对可以安心信赖的 哦 那太好了 这样一条龙的服务就是我想要的耶 怎么样联络他们呢 你可以联络心底流 或是Andrew B 他们的电话也非常好寄哦 408-306-6688 408-306-6688 他们公司还有网站 www.longarmtime.com 你也可以email到 infoatlongarmtime.com OK 我马上就联络他们 嗨 Mike 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 我在忙着土地投资呢 最近土地投资火得不得了耶 土地投资 投资了土地 退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 当然了 投资了土地 还是子女教育的推动器呢 可以用401K Aira投资吗 当然可以 想要知道更多的详细讯息 快点报名参加 Ace Capital Group的Daniel Joe 6月2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半 在Redwood City的Seminar 报名电话 650-701-4540-650-701-4540 Rebecca Lee卖屋就是棒 Saratoga Cupertino West San Jose 房屋全部抄价成交 Rebecca Lee买屋卖屋超棒啊 408-720-6800 408-720-6800 加州著名土地投资公司 Ace Capital Group 现正扩大招聘房地产经济人才 待遇优厚 如果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在事业上想更上层楼 改善生活品质 让您的职场生活更精彩 请致电Ace Capital Group 408-667-7535 408-667-7535 让您记住的舒服又年年增值 选区选屋事关重大 无论家价抢屋还是杀价责屋 让Max Rio Sunnyvale资深经济 Danny Zeng与您分享多年成功买屋经验 和最新市场动态 Danny Zeng可提供您十大买屋忠告 请参加在6月2号周六下午1点买屋讲座 请尽早电话报名 确定免费午餐 Danny Zeng 408-207-3392 408-207-3392 李俊哲牙医博士 是湾区唯一拥有职牙假牙 两个专科学位的职牙权威 李医师担任NYU职牙专科副教授 教授世界最新职牙技术 李医师也是假牙美容专家 6月3号周日下午2点 举办免费职牙假牙美容讲座 参加讲座者获赠500元优惠券 欢迎电话报名 408-830-0123 8-300-123 8-300-123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主题 是非常新鲜的主题 也许您曾经经历过 也许曾经在您的脑海里面想过 但是我们今天访问的这位嘉宾 他是一个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做Jonathan Lee 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李其林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他 Jonathan你好 Lelia阿姨你好 很开心在这里 Jonathan他是在UCLA毕业的 告诉我们你是哪一年毕业的 我是2009 2009年三年前毕业的 你的Major是什么 Political Science 哦就是学政治的 我今天为什么要访问你呢 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一篇 在世界日报上面刊登的文章 这个英文的名字叫做Swipe for the Homeless 给无家可归的人 要想办法救济他们 这种心是在你的心里 最近才产生的 还是你一直从小就对于 Homeless的人 觉得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我是在Santa Monica California长大的 然后 生长 对 然后那里 天天到学校的时候 我记得我像六岁七岁 都会看到这些人 然后都会问我的爸爸妈妈 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家里 为什么他们要上厕所 需要在外面上厕所 他们都是蛮generous的people 所以他们也会给他们一些钱 然后可是我那么小 会觉得是很奇怪的东西 然后很久 你会以为你不能做什么东西 可是我一到 你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东西 对 不知道什么办法 可以帮助他们 对 可是我到UCLA的时候 看到我们 我们有个大问题 在UCLA 就是我们 我们是一个quarter system 所以每年会有三个quarter 不是一个semester system 然后每个quarter 你需要买很多吃饭的points 所以我们是叫他们swipes 可是quarter到quarter 他们就不会roll over 所以都会expire 然后这个是 就浪费了 对浪费了 两千三千块的饭 都不会用 然后所以会有很多人在quarter 快玩的时候他们会买那么大的披萨 然后吃一个slice 还是买什么junk food 然后都不吃 所以都是很浪费的东西 所以我就是觉得 为什么我们是这样子的system 所以我们就开始一个方法 可以用这些meal points 可以买sandwiches 跟chips 跟水果 然后我们就自己带去 deliver给这些homeless的人吃 对 然后我们是primarily concentrate 就是downtown 洛杉矶 OK 你是从大学 第几年开始做这个事情 第一年 第一年就开始 你一直坚持做了四年 对 哦 所以你也吆喝了一伙 跟你有志同道合的 年轻的朋友 也一块 也用他们用不完的 这种meal the point 换成食物给这些人吃 对 然后看到我们的organization 长大 我也是很开心 因为我们一开始 可能就是我跟三个朋友 然后我们自己开车 到那里 然后蛮危险的 因为都是在晚上 你也会知道危险啊 yeah yeah 然后actually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UCLA的housing 他们的administration 他们也不喜欢我们 做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是要我们浪费 因为他们在count on 那些profits 所以我有两次都快要被 被arrested 哦 因为他们不要我在那里 collect the food 哦 所以我们四年都蛮 蛮艰苦的 蛮艰苦的 这样子的relationship 哦 哦 OK 可是 OK yeah finally you know 这个white house 东西我们我们 finally were able to 跟 跟 总执行长 对 我最后我们会跟他们做 联合在一起 对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在 UCLA的campus 还有继续下去吗 哦对 我太开心了 因为我可能是我一走的时候 就会比较聪明的人 可以 可以run 所以我走的时候 有一个人 took it over 然后现在跟那个学校work 然后现在我们很开心的东西是 我们也有一个campus food closet 因为现在有好多 因为有rising tuition costs 对 学费也涨价了 学费也涨价了 什么东西都涨价了 对 所以有很多学生都是很struggling 他们需要 他们需要 他们需要去学校 也需要工作 然后也没有很多钱 所以很多人都 不会吃很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开始了一个 well we support 一个food closet 就是给这些students 他们也需要东西吃 不是只是homeless people actually the students also need food 我很高兴你有这种想法 通常说自己先要把自己的问题 先解决了 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但是我也觉得很surprise 因为一个在正常 并且比较幸福的家庭 长大的小孩 可能两个里面有一个 他会有心去关心 那些人不如他的 但是不管是男的女的在家里 如果你想要接近homeless 你的父母一定觉得 你不要被受伤 对不对 就像即使我现在在 Downtown San Francisco 某一些地区 走过去 看到一大堆homeless的人 第一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脏 第二是 他们会不会变成是犯罪的人 会不会是吸毒的 会不会抢劫 我们是这样想 我们很害怕 那我相信你的父母 一定对你的这种作风 也多少程度的有一点害怕吧 他们支持你吗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reality 很多homeless人 他们真的是有脑友问题 然后也是吸毒 然后他们会抢人 所以我们都是 我们也不会自己去外面 每次我们给他们说的时候 可能有四个 我们有四个人五个人 然后我们finally都是会在daytime去 白天去 白天去 可以帮忙 可以帮忙 需要帮助的人 对 就是那个就是比较worthwhile的life 因为如果你可以做这些 你为什么不做 但是在过去在学校的四年中 当你很慷慨的帮人家忙的时候 一方面你在学校 要跟学校有一点斗法的意思 但是当你很成功的拿到了这些剩余的好的 你不需要的食物 去帮助这些homeless的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碰到哪一些危险的事情 或者让你不愉快的事情 有蛮多 因为有时候跟像女生的同学到外面 他们就是homeless人 有一些人就会说很多nasty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说 需要先prepare那些人跟他们讲 hey这个可能会 this is probably going to happen 所以你先需要brace yourself 然后可是永远你在 你的脑后面记得 你为什么在做这些东西 然后可是我们的main point 就是我们要帮助的人 就是homeless women and children 女生跟小孩 刚才你跟我提到 就是说现在有一个正式的统计 现在成长最快速的homeless 是女人 婴儿或者是小孩 这个统计让我非常的吃惊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女性 还有这么多的孩子 都变成homeless呢 我们看到是有很多都是domestic violence issues 家暴事件的 对像他们 either在他们的男朋友 还是他们的husband的家里会被打 然后如果你不要在那个家里 你就需要找你自己的家里 可是如果你没有工作 如果你没有很多skills 因为很多这些女人 她们也是immigrants 移民来的 对所以他们的英文的能力 也没有那么好 也不能找什么government 所以that's where they end up 所以政府并没有一些社会福利 可以帮助这些人吗 是有 可是我们有看到在洛杉矶 然后DC 很多other cities 就是有services 可是他们都是很spread out 如果你要你的medical help 然后你要食物 你可能需要到两个通通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这些人也没有什么车子 也没有前大bus 所以他们都没有能力 可以use这些services 并且他如果是移民的话 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有一些local的office 会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对 真是可怜 所以我现在 这个subs of the homeless 我现在只是一个advisor 我也不是跟他们每天做 因为你现在在做别的事情了 对 可是我现在做的project 我们就是called the one person project 我们就是concentrate on 一个family 就是一个 you know one mother single mother and her children 然后 it's called the one person project 因为我们不会 like 我们不能帮助两百人 三百人 可是这个一个family 我们就会把 前头到后面 从头到尾 对 从头到尾 可是Jonathan how do you choose and pick?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 会跟洛杉矶的 welfare workers OK 他们会帮我们 社工组织 我们identify 谁是可以最帮忙我们 我们hold their hand 谁会可以最快 可以找工作 找工作 然后找地方住 所以 可是 it's just that 他们很多时候 就是需要一个人 跟他们去这些 offices like for example 以前有一个 一个我们 他是from Senegal 就是一个African country 然后他来 他有个visa 可是他需要他的 social security card 可以申请工作 然后他去了三次 然后每次都需要 当那个bus 一个小时 然后他三次去 因为他的英文不好 他都没有拿到 然后我的partner 他只跟他需要去一下 20分钟就到了 你看这个语言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 这个可以沟通的语言 的确是一个工具 并且成为生活上 你要能够活下去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也劝我们华人的 移民的朋友 先要把自己的英文练好 可是我知道 在我们的华人团体里面 在San Francisco 有一个叫做 新桥 for new immigrants 新桥是一个 已经成立了 超过40年的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他们就是木款 fundraising 来帮助很多新移民 学习特别的技术 比如说 做Cement的工人 或做carpenter 或者教他们英文 或者介绍他们 去不同的福利的机构 或者学习语言 真的帮助了 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在旧金山的人 至少有个新桥 服务中心可以去 很多善心人士 我们在社会上 一定要有很多 很多这种组织 还有像你们 现在青年的孩子 都有心直接reach out 去帮助这些 homeless的人 实在是很好 你是在什么样的 一个机会下面 再做这个swipes for the homeless 的情况之下 也认识了 董纪玲女士 哇 这个是很奇怪的 很奇妙的一个姻缘 对 因为 因为我们是 我们这个swipes for the homeless 我们有申请一个 white house的contest 然后有三千个 student groups 有申请 然后他们又 选了四五个 可以到那个 out of three thousand out of three thousand 然后就有 online voting 所以然后top five 就可以到white house 然后跟 president obama discuss 然后可以有一个 national audience share你们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很lucky 然后ucl 是很大的学校 所以可以有很多人 都在 vote 你动用了很多的 networking的power yeah so we made it to the top five oh and then 在 那是什么时候 march sangria 今年啊 2012年 对 i see okay 所以我们到那个时候 有看到 obama 很好玩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 就 actually 我的 我的 不是外婆 我的爸爸的妈妈 那个是祖母 我的祖母 她以前在 rhod island 她有 她跟她的朋友 有开始 第一个 中国人的church 跟中国学校 好像是40年以前 所以她刚刚好 在rhod island 在做这个40年的celebration 然后她在那个时候 那个董经理也在那里 然后我的 aunt 我的 姑妈 不是姑妈 我是我的 大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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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在那里 就跟这个董经理 大姑姑也是姑妈 姑妈 OK 中国lessons OK 中文lessons 所以我的大姑姑 就跟这个董经理说 我在刚刚好在DC 要不要见面一下 所以我说 哦哇 董经理 我有看到这个名字 一些 然后我只要 所以我只要 认识她一下 看她的想法是什么 对 可是我们的那个 meeting就 变成一个job interview 哦 I wasn't prepared for it at all 就是 看到他们真的是做很多好的东西 所以 尤其是对于年轻人 能够透过一些美国的政策 可以深入政府 来帮助美国的 或者是 Asian Pacific Rim countries 其实真正受益的 就是美国的community 还有美国这个国家 变成一个更强 跟世界上面 可以增加自己竞争力的一个国家 因为整个的全球的经济衰退了以后 美国也受到不少的冲击 但是美国还是holding our best 因为美国在这一次的大风大浪里面 还是起来的最快 并且整个的制度还是最好 所以你看看 美国还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国家 所以就要靠你们年轻人有这份心 实在是很不容易 可是这一群人如果不停的增加 你们需要的resources就要更多 这是一个长久的事业 你准备怎么样继续做下去呢 哇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不能放弃啊 对吧 要传承下去 maybe借着学校campus 也借着教堂等等 能够分布到各地区 比如说像现在occupy wall street 这种都是一个negative的声音 我觉得这是一个negative的声音 对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communicate 让人家知道为什么 如果他们跟我们做 我们是要一个mutually beneficial 如果我们是一起做这种 我们都会有很多好的东西 可以result 所以我们就是用很多方法 像fundraising 让他们有advertising space and then we find out 虽然有这个economic downturn 还是有蛮多很generous的人 如果他们看到你的passion 他们还是会要帮助你 其实我们在silicon valley 就是一个technology的innovation 的origination的地方 像facebook已经上市了 其实事业成功的人 他到了某一个level 他等于是charity 他们都有一份心 我已经够了 enough is enough 就像Bill Gates 就像Warren Buffett 他们已经把做慈善事业 当成是他们以后的事业 能够唤起更多戏骨的 这些有钱人 entrepreneur这种人的注意力 他们一定不会吝啬 他们一定会拿出 他们自己的力量 所以你们这个组织 也要发出来 你们最大的声音 像明天的roundtable 里面有很多VIP 他们都是大公司的VP等等 他们拿出来一点点力量 就可以救助也许一连的人 所以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放弃 所以告诉他们 你们是在做什么 对 好 那我非常欢迎你 以后再有机会 回到我们矽谷湾区来 好 非常感谢你 好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访谈 希望您觉得有趣 如果您有任何发表的意见 或者您马上就愿意 来作为他们的这个organization 里面的一个donor 也可以跟我们的联络 好 那大家都有我联络的方式 就是周乐ataol.com 今天非常感谢Jonathan 来接受我的访谈 谢谢你 谢谢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惠敏博士算对了 代款利息又降咯 Conforming Loan 30年固定3.875 15年固定3.125 10年固定3.0 头5年固定2.625 Super Confirming 30年固定4.0 15年固定3.25 头5年固定2.75 Super Jumbo Loan 30年固定4.5 头5年固定3.0 精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速点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JingerLong.com查询 Frank Liu 加州第一 全美第一 26年房地产专家 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住宅 商业地产 短售屋 法拍屋 EB5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 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 Liu 408-313-2688 预约1对1面谈 或电邮至 Frank.Liu88 at Yahoo.com Frank Liu 祝愿大家假期愉快 和家平安 让您记住的舒服 又年年增值 选区选屋事关重大 无论家价抢屋 还是杀价则屋 让Max Real Sunnyvale 资深经济 丹尼曾 与您分享 多年成功买屋经验 和最新市场动态 丹尼曾 可提供您十大买屋忠告 请参加在6月2号周六下午1点 买屋讲座 请尽早电话报名 确定免费午餐 丹尼曾 丹尼曾 408-207-3392 408-207-3392 昌星珠宝 名转总会 昌星每刻针时都尽严格挑选 相公细致 恒酒珍贵 散发璀璨光芒 凝聚醉人魅力 昌星代理世界顶级珠宝 Hearts on Fire 在网上找好看的中文节目 真的好麻烦哦 那看9by9.tv 好看的影音频道 都帮你收集整理好咯 连弯区的节目都有 那月费一定很高咯 完全免费 只要上9by9.tv 就可随按随看 Remember That's9x9.tv 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们今天来听到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啊 是的 我是今天的客串主持人 Maggie李 李乔鞠 因为呢 我将跟大家带来一个矽谷很酷 而且是一个innovation的话题 怎么说呢 这家公司呢 就是我们起源于矽谷的一家startup 创新公司 土生土长 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呢 叫9by9.tv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创新话题呢 我先卖个小关子啊 我想我们都不会怀疑也都有这样的经验 现在无论是在电视网路或是收集上呢 我们都有很多好看好听的内容 但是呢 也会碰到一个小小的问题啊 就是这些内容都是好像非常的凌乱 everywhere 有时候你不知道到哪里去把它找出来 enjoy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一个好用方便 而且也有免费的方式来收看收听 我今天请到的是一位网路内容达人 9by9.tv 的 Dan 嗨 Dan 你好 Hey Maggie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 我刚才讲了这个9by9.tv 我第一次接触这家公司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有点confused啦 不晓得它是一个影音平台呢 还是电视 或者就是一个purely的一个网站 那Dan 来跟我们讲讲 到底什么是9by9.tv 哦 好没问题啊 那这个Maggie我们就不用讲太复杂啦 我们就简单说 这个9by9.tv 是一个影音平台 那上面有很多个频道 那这些频道其实都是我们为了这个 Bay Area的Chinese population 所量身打造的 那有多少频道呢 其实我们现在有上千个频道 You're kidding me Oh I'm not joking at all 就是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频道 我们观众们可以随时来观看 而且我们每个星期也会再加入 Hundreds of new 就是我们觉得那个湾区华人 也许会有点兴趣的 会有兴趣的 Exactly 这些节目包括了我们有许多 这个当地的湾区华人 媒体制作的地方新闻啦 或是体育啦 或是娱乐科技广播节目 包罗万象 然后还有我们还有听众朋友 也许会关注这个 投资理财 Exactly 我最有兴趣了 对对对对 那要是你对海外的东西 比较有兴趣的话呢 那我们也有很多海外的节目啦 或是最新的戏剧 名人访谈啦 就是评论节目 或是综艺节目等等 Just lots and lots of stuff You just got to come and check it out 哇 那就像我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谈的一样啊 有很多好看的内容 可是又好凌乱 Dane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一点呢 有一点 那Mega就其实是刚刚 你刚刚有讲到一点 就是说 这不管是传统媒体呢 或是网路影音 其实上面都有很多 这个好的内容 那只是说真的是很难去寻找 就我不知道你们有试过 就是try looking for 这个一个中文的节目 那这边切了一点 那边切了一点 要把它们整个string together 真的是一个花了很大 一个功夫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 其实已经先花了这个功夫 帮大家已经把这个内容 整理起来 分门别类 然后让我们喜欢 欣赏好节目的朋友们 就可以透过 都可以看 exactly 对对没错 这应该是一个很高深的技术哦 very high tech very high tech 有一点点 那我想您刚刚讲到重点 就是其实在戏谷 大家生活都很忙嘛 那忙中偷闲 说真的想看一些 好看的东西 然后有时候又miss掉了 是 那现在你们就把它整理好了 大家一目了然 对那what we've done here 其实我们只是 为了就是省去大家 这个寻找好内容的这个时间 然后所以就是马上一进来 就可以看到 enjoy到 what they really love 那besides 其实我们还有许多 湾区朋友们熟悉的本地节目 也经过跟 9x9的这个合作关系 让大家能一目了然 哇 太赞了 我是不是只要很简单的 上到 9x9.tv的网站 我就可以看到这些频道 哦 哦呀 就是 it's pretty easy 那你现在只要上到 9x9.tv这个网站 你就会看到我们在 频道商店里面推出 最新的 真最popular这个内容 那尤其是湾区媒体的新闻啦 或是节目啦 或是娱乐这类的 你都可以自己去 选一个你喜欢的 然后轻轻点一个 订阅频道的一个按钮 它就跑到你自己一个 有点像你自己的 个人的一个 频道表里面 哦 这真的 所以你这样就 真的是不需要再去 敲键盘啊 去寻找啊 变化脑筋了 变化这些时间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Flippin Discover的一个功能 哇 好 Dang 告诉你 我早就是你们的 订户 Great 会员 Awesome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必须跟听众朋友 分享一下 我就打 www 对不对 然后9x9打tv 然后呢 他就好像问了我 我的email address 然后就pick up 我自己的一个password Less than 15 seconds 对对对 然后问了我一个问题 好像是男的还女的之类的 也没有问我的年纪 我很高兴 然后呢 我第一个看到的呢 就是有一个store 是没错 我先选了中文频道 然后呢 进入一个store里面 然后我喜欢看的节目呢 我就按下订阅 Right 的键 然后我就有自己的一个guide 是没错 在这里头 然后我就每一次呢 我就直接进到我的guide里面 我就看 你知道最酷的是什么 是什么 我告诉你 我最喜欢一个功能就是 比方说我看的节目 很兴奋 看到一半 要去接小孩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我又 要回来啦 然后他会自动帮我找到 我上次看到的地方 而且还会一直帮我更新 最新的内容上去 是不是很方便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才今天立即主持人的品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今晚